武汉肺炎第二波袭来 连新疆乌鲁木齐也沦陷 可能最早是把天山区那一片管上了 发现疫情的那个地方 今天早上9点钟 就是没有发现疫情的区业都管上了 当局认为天山区一场活动爆发疫情 全市绷紧神经 将会在全市范围内分批开展免费核酸检测 全市进入到疫情防控战时状态 不止新疆拉紧爆进入暂时状态 香港也爆发第三波疫情 香港累计至今总共有1777宗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数字已经超越2003年的SARS 香港武汉肺炎一天新增64例 病例持续增加逐渐失控 全国で58人 それがこちら昨日は662人となったんです 実に11倍余り增加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 一天之内暴增11倍病例 東京更创下借出紧急事態宣言以来的新高 連續三天確診数超过600例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日本力推国内旅游 造成二波疫情爆发 美国单日确诊 飙升到7.72万刷新新高 但当局还在和专家争辩 要不要强制戴口罩 而全美医院病患统计 也不再送给CDC 专家担忧白宫恐怕会隐匿疫情 不光是北美和东亚 就连中东的伊朗 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再度印证 武汉肺炎威力无穷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三日新闻赖宏报道 感谢观看